各位Mens学义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目学习Boost Drop对按钮样式的支持 那Boost Drop呢给我们定义了很丰富的按钮效果 那包括按钮的样式 那帮我们定义了七种按钮的样式 按钮的大小以及多标项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的A标项呀 也可以给它增加按钮的样式 它的活动状态以及什么呢 经营状态 好按钮这一节呢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官方的这个中文文档 还是找到我们CSS全群样式 全群样式里边我们找我们的按钮 按钮然后我们那个打开HBO点 新建一个web项目 我们叫C-07 然后我把零六的这代码复制一下 Ctrl-C Ctrl-V Ctrl-V 把Demo1里投入复制一下 Ctrl-C 好我们新建一个HTML tails 设计的 built-Ctrl-V 那按钮呢 我们用Button B 然后是type 等于什么呢 button 然后给它增加什么呢 class btn是我们的基础按钮 btn 然后我们的default 那data就是微信 这是样式啊 那个CSS组件设计思想 就是它就是这种复加的一种模式 因为这个样式定义一种样式 我们再追加一个样式 就这样的一个思想 追加和复加的一种什么呢 如果大家做过CSS这种框架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它设计思想主要是追加和复加 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在这可以给它写一个文字 大家好 好语经营 所以鼠标语上是默认有效果的 当然它定义了七种样式 很多样式这地方 我们再给一个 也可以给info 大家好 那哪七种样式呢 这个地方 这儿定义有 好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CSS是这样的 我们听安证的时候 现在它增加一个样式叫btn 然后增加btn的样式 样式呢 有默认的 主要的就是手水上的 然后成功绿色一般信息的 Warning 然后Data 然后像列阶一样的效果 那么运行看一下这些效果 好 没有 没有保存 保存一下 刷新一下 好 这是默认的样式 这要讲的是 这个按钮呢 它的大小 注意 按钮的大小是取决于 按钮里边文字的大小 然后加上它的pending 这个大小来定义的 好 这是我们讲按钮的样式 样式呢 有这么几个 default primary successful success info warning danger link 好 这是按钮的样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 按钮的大小 按钮的持冲吧 按钮的大小 按钮的大小呢 它有bting lg sm 和xs 那这几个大小 定义按钮 也是定义按钮的这个 bg 这个圆角大小 这样来定义的 好 那么简单的设一个 在bostdrop2.0里边 2.0里边 它定义的是这个 small large 和mini 3.0呢 定义的是 rg sm 和xs 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 给个hr 那我们就在这上改吧 这地方加一个 bting n.lg 大的 这个呢 加一个bting n.sm 小的 bting n.xs超小的 好 用心 看一下 效果 这是大按钮 呃 是大按钮 这个呢 小屏幕的按钮 这是超小按钮 那什么也不设的话 那就是普通大小的按钮 那还要注意一个 还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刚才大家讲了 按钮的大小 它只是和文字 和文字和文 就是按钮里边的文本 和按钮直接的编剧 是有关系的 那我要一个按钮 占满全屏的话 怎么办呢 H2 把它隔下来 用形象 把这个按钮放底下来 再放一个吧 Ctrl C Ctrl V 把这个按钮放下来 设置一下危险 这个按钮呢 我们再给一个 btn block block就是把这个按钮 做成一个 块状的按钮 就它的 宽度和高度 要占满 它的宽度要占满 我们整个的容器 所以这是按钮的大小 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按钮默认大小 就是文字 加上按钮的这个边界 是按钮的大小 那如果我们要占满 容器的按钮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什么呢 这个样式 btn 然后block 这个样式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多标签的支持 看一下多标签的支持 这有没有 这没有定义 也论我们用 不只是按钮 我们用A标签呀 imput标签 这些也可以使用什么呢 按钮量式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来个超列节 ahref 减号 大家好 这的话我们可以定义 class 然后btn 然后btn 比如说来一个 danger 然后btn latch 最好给它加一个 raw 然后是button 这是atmr5增强的预议 就说明定义的这个a呢 它实际上我们定义的是个按钮 这也没问题 那把它换成我们的div 对试试 div 当然就不需要这个链接属性了 好运行再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好支持我们多标签对按钮的这个支持 那再看按钮的活动状态和进入状态 按钮的活动状态 我们在他上可以加一个active 主要这个没有前锐啊 没有前锐 直接是active 它是一种伪类 好运行一下 这个活动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按钮被按下去 注意 看大家好和威胁这个区别 威胁这个颜色起来一点 大家好像相当于按下去的一个状态 所以活动就是按钮被按下去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这个按钮呢 我们也可以设成被禁用的 禁用呢有两种设法 我们在这可以加一个disable disable 等于true嘛 就是让他禁用 用心看一下 禁用的话就是 他的透明度变成了65% 大家得看他的原代码就知道啊 但是你不能点了 那禁用呢也有另外一种设置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边加一个disable 类写得器 加一个disable也可以 好一样的效果 但是禁用呢对超列阶呢可能会有一些href 比如说http 摆逗点com 好这个a标签 d位标签呢变成了a 超列阶标签 虽然你禁用了但是阻止不了 他的这个 列阶应该是 这个方法可以吗 可以 以前是阻止不了的应该啊 好这是我们的按钮 所有的这个样式 那这一节呢比较简单 大家只需要把我们这个文档上的按钮 从上到下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看一遍 把对的效果自己在自己电脑上什么的 挑一遍 用情一遍就ok了 那最后就是一个 列阶的这个嗯 浏览器接种的问题啊 接种的问题 我看看在主要是IE9以下的版本 嗯 有一些 好那我把这复制一下 所以这两个都是什么呢 用超列阶来做的按钮 超列阶来做的按钮 那这呢 disable 那在9以下的版本 你把这个a标签disable掉了 disable掉它还是能点的 但是我电脑上没有 没有这个嗯 9以下的这样的版本 好运行我看一下 IE 就IE在IE的低版本上重要 在IE的低版本上 如果这个a标签做了按钮 收到disable 那当你点a标签的时候 它超列阶依然有效 这是呃 它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所以在那一个按钮的时候 避免使用什么呢 a标签就ok了 好 这是我们a标签 所有的这个什么呢 样式 呃 很简单 好 这一节目就讲到这儿 好 来 感谢观看